斯库比 那你五点再来接我们吧 知道了 那一会儿见 祝你们玩得开心 再见斯库比 好 让我们现在开始森林旅行吧 好 树林的路不好走 还有凶恶的动物 也会有带毒的昆虫啊 要注意哦 好 姐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要在沿途做一下记号 这样一来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不会迷路了 哇 真厉害 这只不过是救援队员的诚实罢了 安迪 你很懂吗 这没什么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蕨菜吗 蕨菜 叶子卷卷的 样子很可爱吧 这种植物 在恐龙之前就有了 恐龙 啊 真是太神奇了 神奇吧 安迪 也就那么回事 好 那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接下来要去看什么呢 凤蝶 凤蝶 等等我 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 我们先去那里 躲躲雨怎么样 好 这雨看来再是不会停了 这样下去 水涨上来 就会把桥淹没了的 我看最好还是呼叫一下救援队吧 出故障了 姐姐 是不是刚才不合的时候摔坏的呦 不是 别担心 那 我们就先在这里待一会吧 等雨停了再走 好 怎么突然下起震雨了 小娟和孩子们没事吧 嗯 我觉得最好跟小娟联系一下吧 我呼叫一下她吧 小娟 小娟 能听到我说话吗 小娟 没有应答 是不是小娟他们出什么事了 对呀 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就联系不上了呢 嗯 感觉不妙啊 我们马上去树林里看看 知道了 就会不会的话 好 好 走 perspectives 不要 小娟经过的地方肯定会留下记号的 找到了 在这边 好 走 这边 这附近就找不到记号了 哪里传来的声音 好像是从河队岸传来的 走吧 一闪一闪亮晶晶 漫天都是小星星 哇 不错嘛 你唱得很棒 玛丽 小娟 你们来吧 妈 来了 我们在这儿 小娟 看吧 他们来接我们了 是 那不是苏格比呢 怎么办 孩子们见我这个样子一定会取笑我的 Scoopy 你好 皮特先生 你好 布鲁诺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经过刚刷过的建筑物底下 没想到我被撒了一身土料 看来我们靠近刷漆的建筑物时得格外小心 没错 您刚才在刷漆吗 那您能用黄色的漆 帮我刷一下身上的白点吗 这可难办了 我们这里没有黄色的漆呀 那该怎么办啊 顶着大花莲怎么见人呢 不如把全身都刷成白色不就好了吗 把Scoopy全身都刷成白色 那就这么办吧 那样总比大花莲可强多了 好的 那我们试试看 Scoopy 你们好 Scoopy 你怎么变这样了 刚才被白色土料弄脏了 没有办法 干脆全刷成白色的了 好看吗 好奇怪 幽灵一样 什么 幽灵 竟然说我是幽灵 我的样子有那么奇怪吗 我还是看看吧 好可怕啊 果然像幽灵一样 怎么办啊 当初就不该刷成白色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找到黄色的土料才行 轮胎被石头夹住了 怎么办 谁来帮帮我 海力 怎么了 Scoopy 掉进邮局附近的小溪里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场 好的 等等我 Scoopy Scoopy怎么变成一身白了 怎么回事海力 说来话长 还是赶紧过来帮一下Scoopy吧 知道了海力 我们马上出发 我们马上出发 救援队马上就到 来了 Scoopy Porting 我的后轮被石头夹住了 都不了了 别担心 Scoopy 我们会帮助你的 伙伴们 帮忙查看一下Scoopy的后轮 Porting 是这边 我清理一下石头 好了 好了吗 安巴 看起来 我们得把Scoopy整个抬出去才行啊 这边的石头太多了 可以 我们一起把Scoopy抬到岸上吧 知道了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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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数到三就开始 一 二 三 小心 慢点往上抬 所以 你就把自己刷成白色的了吗 因为 我不喜欢大花脸的样子 我懂你的心情 不管怎样 我必须马上恢复原样才行 不然孩子们都不愿意坐我的车咯 放心吧 Scoopy 我这里有黄颜色的涂料 我们会帮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的 大家都会帮他吧 当然了 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 好了 我们把Scoopy重新刷成黄色吧 好 痒死我了 别了 Scoopy 不然会顶你刷歪的 哦 知道了 好了 海力 瞧瞧 刷得多完美啊 嗯 Scoopy恢复原样了 太好了 谢谢你们哦 嘿嘿嘿 不要玩火 孩子们 后面那些是白菜 那些是生菜 这些是菠菜 哇 好神奇啊 好神奇啊 哦 他们在干嘛呢 你看 像我这样子 你们在干嘛呢 吓我一跳 查尔斯 你也过来看看 比特说 他可以用放大镜点火呢 什么 比特 玩火是很危险的 哦 我不是在玩火 我们在做 用放大镜回去 阳光点火的实验 哇 可以了 哇 火是不是太大了 哇 来孩子们 大家集合啦 我们快走吧 嗯 孩子们再见 一起来玩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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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啊 啊 激火了 听说了吗 昨天特瑞在家着火了 啊 真的吗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听说救援队赶去灭火了 看来火是挺大的 啊 除了这么大的事 特瑞奇还好吧 啊 不会是因为我们 灾起火的吧 嗯 奇怪 明明昨天把火灭掉了 嗯 伙伴们 要不我们去跟老师 说实话吧 什么 那个不行查尔斯 如果告诉了老师 那不但爸爸妈妈会知道 连救援队也会知道的 嗯 那我们 会被抓进监狱的 什么 监狱 啊不 我不要进监狱 所以我们 在特瑞奇的农场里 玩火的事 要保密 知道了吗 可是 克里尼 你听说了吗 昨天特瑞奇的仓库着火了 特瑞奇受伤了 真的吗 他伤得厉害吗 听说他全身缠满了绷带 一动也不能动了 啊 啊 这样不行 我要实话实说 什么 不行 我们不都说好了要保密的吗 不管怎么说 特瑞奇因为我们已经受伤了 叫你们不要说出去 啊 啊 记住了 大家一定要保密 哦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比特 你听说了吗 特瑞奇家的仓库起火了 啊 妈妈 我先去睡觉了 哦呦 这孩子是怎么了 哦 哥哥 这个掉出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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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比特 居然是你放的火 我真的太失望了 姐弟 不是的 哥哥放火 上了陈瑞琪的家 没有想到王国祖 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爸爸 妈妈 事情不是那样的 比特 小弟 查尔斯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比特 都怪你 让我变成了这副模样 都怪你 德 德瑞琪 对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你们在说什么呢 我们王伙师 一不小心点着了特瑞琪家的仓库 所以特瑞琪才受伤的 我们也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 对不起 我们错了 小娟 我给你们送水果来了 特瑞琪 你没事吧 孩子们 特瑞琪家起火的原因 是电线短路造成的 只是手背有了点烫伤 幸好你伤得不严重 特瑞琪 等等 你们几个 在特瑞琪的仓库干什么来着 姐姐 孩子们 千万不可以玩火 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千万不要随便玩火柴打火机 还有转火放大镜也是 一不小心很容易引发火灾的 尤其像塑料 纸张 卫生纸 树枝等 易燃物品一定要多加小心 因为大火会瞬间蔓延开的 起火时千万不要慌张 要第一时间马上报警 一定要记住 哦 得意 我们一定要记 虽然你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反省 但惩罚还是要有的 每人写十张反省书交上来吧 十张吗 我们知道错了姐姐 感冒了 乔尼 你看这个 什么东西啊 啊呛 查尔斯呢 他感冒了 今天没来上学 真可怜哪 我明天就要去布鲁姆斯乐园玩个够了 布鲁姆斯乐园 没错 我要去那里坐过山车 还有玩碰碰车 哇 好羡慕啊 喂 你干嘛呀 乔尼 真是脏死了 对不起 肯定很好玩的 我们回来了 小娟 小娟 大家都辛苦了 小猪鼻子的口罩 好搞笑啊 小娟 你的感冒好点了吗 小娟 你是感冒了吗 最近小镇正是流感高发期 所以说这时候最好戴上口罩 戴口罩 既能够挡住冷空气 还能够防止被感冒病毒传染 原来是这样 所以呢 我也帮你准备了口罩 不用了 我就不用戴了 你就带上试试吧 真的不用戴了 试试看嘛 姐 求彼特 很好 很好 小妮 看到了吗 彼特 我想要先回去休息一下了 你怎么搞的 这么快就累了 那我先走了 小妮 你身体可真够弱的 彼特 快来吧 知道了 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有举起饼干 看起来很好吃 等一下 彼特 外出回来要先洗洗手 你先吃一块再说嘛 哥哥 这饼干 是明天要带去布鲁姆斯乐园吃的 我就吃一点而已 哥哥 你 去动物园看看 还有漂亮的烟火秀 真希望明天快点到来呀 终于要去布鲁姆斯乐园了 太好了 今天要去布鲁姆斯乐园了 天气也不错 心情真好啊 老公 东西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便当也带了 照相机也带了 夜餐店呢 对了 你看我这记性 我就知道你会忘 比特 你感冒了吗 什么 没有 我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真的吗 当然了 行李箱给我吧 我去放到车上 你看 我很健康吧 我的头怎么这么晕呢 我还得去布鲁姆斯乐园呢 我 好了 夜餐店也带了 你呀你 哥哥 我 出什么事了 不好 危险 哥哥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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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得了重感冒了 已经吃了药 应该很快就会退烧 谢谢你 安巴 我 我要去布鲁姆斯乐园 感冒没好之前 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吧 好的 我都有好几天没有出门了呢 你们好啊 你好 比特 你好安巴 比特 身体好点了吗 听你的话 在家里休息了几天 好多了 我是真的不想再感冒了 嘿嘿嘿 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就能预防感冒了 真的吗 流感高发期 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才能阻止感冒病毒的传染 外出回来 要先洗干净手脚 好好刷牙漱口 这样就能消灭大部分的感冒病毒 天冷的时候 人的免疫力会降低 很容易感冒 所以天冷时 一定要穿的暖暖的 感冒咳嗽时用手无嘴 病毒就会通过手来进行传播 所以最好用其他部位来遮挡 感冒时不要让自己太累 应该要好好休息才对 知道了吗 知道了安巴 妈妈 那我们就去布鲁姆斯乐园吧 你可以吗 当然了 我都已经没事了 我看还是不行吧 谁说的 我没事的 我真的已经好了 过马路时不要中途折返 凯文 有只猫 是被遗弃的吗 凯文 绿灯了 快点 我来了 不行 多奇 你先走吧 凯文 你干什么 怎么不开车 对不起 最近儿童在十字路口发生事故的频率在上升 你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行 我去看看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是不是有坏的 我还有安巴一起到十字路口去看看交通状况 引导孩子们过马路 好 哥哥 妈妈让你快点来吃饭 好 好的 那是什么呀 什么 什么都没有 哇 小猫咪啊 好可爱 噓 妈妈发现就糟了 凯文 苏西 马上来 知道了 苏西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这么快 多吃点一绿沙白 不要乱给人家起名字 一绿沙白 好可爱啊 可可可 伊丽莎白 怎么了 苏西 什么事啊 伊丽莎白她不见了 什么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你上哪去了 她会不会是跑出去玩了 这可是二楼啊 伊丽莎白 你在哪呢 伊丽莎白 在那里 苏西 你去哪 伊丽莎白 等一下 安巴 今天我们去第七大道引导孩子们吧 嗯 苏西 我找到她了 伊丽莎白 走起来吧 苏西 不要 哇 快来用的小孩 啊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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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好远 这样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哦 如果想要回去 嘘 嘘 你们两个 跑哪儿去了 哦 那是什么 苏西 天哪 是一只猫 哎呀 好可爱啊 肚子饿了没有啊 咪咪 她叫伊丽莎白 别乱叫 我更喜欢叫她咪咪 哈哈哈哈 不要乱改人家的名字嘛 哈哈哈哈 妈妈 哦 嘿嘿 请大喊 起火了 来 看好了 哇 好神奇啊 瞧你好棒哦 嘿嘿 不过是一点小把戏而已 吃幼稚 你说什么 看好了 我比特的神奇魔术 哇 太棒了 比特 像我这样 才叫魔术嘛 嗯 你们看 斯普奇开魔术秀了 哇 真的耶 肯定很好玩 幼稚可可 嗯 斯普奇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你罗伊 这下我就放心了 小火星也是有可能导致大火灾的 所以表演结束前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哦 那我就先回去了 慢走啊罗伊 斯普奇 哦 比特 有什么事吗 斯普奇 让我做你的助手吧 助手 不行的 魔术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 嘿嘿 斯普奇 看好咯 怎么样 不错吧 哦 那也不行 啊 求你了 斯普奇 我想趁这个机会 跟你学会抽赞的烟花魔术 嘿嘿 我的烟花魔术 确实很赞 斯普奇的烟花魔术 是小镇里最棒的 不 应该是全世界最棒的 嘿嘿嘿 嘿嘿 那可以吧 我想了想 也许有个助手 倒也不错呢 谢谢你此不解 哈哈 嗯 肯定很有趣 可期待啊 哇 我人生中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居然有这么多朋友来捧场 简直太高兴了 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最棒的魔术秀 嗯 哈哈 他们看到我站在台上 肯定会大吃一惊吧 嘿嘿 哦 哦 斯普奇的魔术秀 马上就要开始咯 哇 哇 哇 那不是皮特吗 皮特好棒啊 邀请今天的主角 斯普奇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斯普奇的魔术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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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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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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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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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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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斯普奇的烟花魔术秀 哇 哦 斯普奇 加油 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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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斯普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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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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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哦 火 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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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别 起火了 起火了 起火他了 小心 你先躲开 好的 比特 你做得很好 多亏你大喊了一声起火了 大家才能紧急逃生 这没什么 孩子们 当遇到火灾时 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发生火灾时 应该大喊起火了 让大家知道有危险发生 找到建筑物里的紧急警报铃 并按响警报 如果找不到紧急警报铃 就用力敲击能发生的物体 告诉大家有危险发生 如果被关在室内 可以向窗外扔东西 或者挥舞衣物 发出求救的信号 只有这样 周围的人才能意识到危险 并知道如何去应对 哦 我们记住了 博弈 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很久了 一定要完成最棒的魔术秀 斯普奇 你一定很难过吧 这个是你人生中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加油啊 斯普奇 今天的表演真的很精彩 是啊 所以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没事的 孩子们 你们看 第二次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就在明天上演 大家要来看哦 什么 第二次独一无二的魔术秀 那什么回啊 我不认识你 快来人 救救我 坏人说谎话 骗走儿童的行为 就叫做拐骗 独自行走 或走昏暗的小路会比较危险 所以一定要走大路 好的 如果坏人想要强行带走你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不认识你 坏来人 救救我 非常好 大家要记牢哦 听说今天玩具店里会有新到的超级飞龙 我们快去看看吧 超级飞龙 那可是我的 我还是朝近路去吧 这条路好暗哦 你这叫糊 我不认识你 快来人啊 救救我啊 现学现幽 不错嘛 知不知道你吓了我一大跳 老师不是说过嘛 独自走昏暗的小路比较危险 强妮 又出新的超级飞龙了 我们得快点去 什么 超级飞龙吗 那 那我先等了 等等我 大家来看看这个 林郑有个孩子 差点被人给拐骗走了 刚好监控录像拍下了罪犯的样子 以为罪犯长得很凶害 原来就是个普通的叔叔 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长得凶巴巴的 孩子们被熟人拐走的案件 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看来我们最近要加强巡逻了 麻烦大家提高警惕 知道了 来 给你吃好吃的巧克力冰淇淋 谢谢你了 小朋友 你自己来的吗 杰西 我们走吧 好的 妈妈 好可惜啊 怎么就没有独自出来的小孩子呢 这里在卖冰淇淋 不行 强妮 我们得快点走了 我们吃一个再走吧 走吧 强妮 快点 今天搞活动 免费送冰淇淋了 免费吗 给 想吃多少有多少 谢谢叔叔了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 我的名字叫强妮 他叫彼特 两个傻乎乎的小家伙 对了 你们喜欢小猫吗 我前几天捡到了一只小猫 你们想不想收养它 我来收养吧 我来收养吧 我想要收养 小猫就在那边 跟我来吧 强妮 你不是对猫过敏吗 还是我来收养吧 彼特 你家里已经有一只巴迪了 难道还要再养一只猫吗 那倒也是啊 看来我们不能收养了 对了 我得去趟邮局 差点给忘了 你们知道邮局怎么走吗 当然知道了 布鲁姆斯小镇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坐我的车一起去 帮我指路吧 好的 对了 我们的超级飞龙 就是啊 我们快走吧 叔叔 谢谢您的冰淇淋了 我的肚子啊 叔叔 您还好吗 麻烦 帮我扶到车里去吧 我来扶您上车吧 来 我去叫救援队过来帮忙 什么 救援队 不开一觉 你跟我过来 赶紧把你弄到车上去 放开我 我不认识你 快来人哪 救救我啊 别动 快来人啊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就在这边 快来人啊 是抢你 快放开我 快进去 不然就不客气了 不许动 赶快住手 这下可糟糕的 站住 没事吧 比特 走 你涉嫌拐骗儿童 被逮捕了 哎呦 这下完蛋了 爸爸 爸爸 没伤到哪里吧 没事就好 真是万幸啊 孩子们 当陌生人跟你说话时 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如果陌生人说 要给你买玩具 或者买吃的 让你跟他走时 一定要果断拒绝 如果陌生人让你带路 或让你帮他一起 找丢失的宠物时 表示拒绝后 最好迅速离开那里 如果陌生人说 你家人受了重伤 让你跟他一起走时 千万不要跟他走 一定要直接联系家人 确认清楚情况 听明白了吗 嗯 听明白了吧 对了 新款的超级飞龙 我真的好想要一个啊 那跟爸爸一起去买吧 真的吗 爸爸 我们也一起去吧 好啊 好啊 爸爸最好了 最好了 最好了 小巷不是玩轮滑和滑板的好地方 是高速直拍轮滑套餐 真的耶 是你的 当然了 有了这东西 我上天入地 如礼平地 太棒了 真好笑 上天入地 是不是还要降妖除魔 你急度是不是 和我的滑板车比 你那个东西慢得像乌龟 好啊 你敢比吗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行 说定了 今天下午四点 中央公园不见不散 你们俩又来了 珍妮 你给我们当裁判吧 真是没办法 所以 所有这样的街道拐角 我们都要把它改成这样 这样一来 机动车转弯就好转多了 这种拐角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减少视线的盲区 说得很对 那现在 我们就出去看看实际效果吧 好啊 妈妈 妈妈 看到我的滑板车了吗 我哪儿都找了都没有 你忘了吗 滑板车坏了 你已经把它扔了 我忘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小破驴 这回可没戏了 靠这个怎么拧得了多奇呢 龙华还配拐棍 凭这个你怎么能赢得了我 你想用这个婴儿滑板车和我轮滑赛 就算骑这个我也照样比你快 别光动嘴 咱们比划比划 谁怕谁 准备 三 二 一 嗯 哇 啊 啊 这条小巷可实在是太窄了 嘿嘿 加速 哦 哦 啊 看我把抽 什么 行啊 看我的 还有这条小巷也太窄了 那是谁 孩子们 危险啊 凯文 多骑 停一下 莫莉 糟了 孩子们 没事吧 吓死了 凯文 多骑 你们要知道 在小巷里跑这么快是很危险的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的滑板车比他快 谁说的 是我的轮滑鞋更快 听着 孩子们 谁更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谁更注意安全 在这种小巷里 除了行人 还有汽车 自行车和摩托车 你穿着轮滑鞋或者踩着滑板 在路上滑得太快的话 就很难躲开行人和车辆 很容易出事故 还有 在下坡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减速 这样会造成严重事故的 对啊 我刚才就是慢不下来了 我也是 所以 从现在开始 要只在安全的地方玩轮滑或者滑板 像操场或者公园 千万不能在小巷 停车场或者工地滑 还有 和朋友一起滑的时候 不可以比速度 要小心 避免撞到对方 归根结底 滑得更安全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懂吗 是 胜利 我们会记住的 预备 出发 你还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胖铃刚才说了 只有滑得更安全的人才能算得上是最真正的赢家 什么 我滑得比你安全 才不是呢 我滑得才更安全